HELLO 各位母子儀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副總編輯蓮世瑤 今天是早餐匯報的新年特別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特別篇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啊 過去兩年我都會用一個大頭娃娃的方式 跟大家來拜年順便介紹一下 香港藝術節精彩的節目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以為可能沒有機會來介紹藝術節 不過我們的業務經理小胖呢 特別來跟我說今年香港藝術節其實突破重圍 用線上的方式要讓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一起參加這個藝術節 那非常的特別 那所以他就拉我來這個賓士 一起來聊聊香港藝術節 那麼我們來歡迎小胖 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小胖你好像是第一次參加我們早餐匯報 對就是今年在2021年這樣隆重登場 對那把隆重介紹向你自己 雖然看我外表這樣 但我其實也是音樂系音樂班 就是畢業的孩子 那我以前就是主修OBO 只是說就是吹個吹著就發現自己更喜歡講話 所以現在在Muzik擔任的就是 跟一些樂團還有長館之間合作的洽談 對那大家知道我們母技真的臥虎長龍 好像真的可以組一個小型的室內樂編制 不過你今天到底拉我來這裡 然後聊香港藝術節的什麼東西啊 其實是這樣的就是我前陣子收到香港藝術節 借來他們的節目冊 那我就大概稍微翻了一下 發現說其實有幾檔節目 在台灣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想說來跟詩曉聊聊說有什麼節目 還蠻不錯的也可以推薦給我們的樂迷朋友 我覺得這一檔就蠻不錯的啊 它是這個維也納交響樂團的節目 喔等一下你說維也納交響樂團 所以它跟維也納愛樂是不是不一樣 對它其實不太一樣喔 維也納交響樂團呢跟維也納愛樂 它完全是不一樣的樂團 那當然大家知道 很知道是維也納愛樂嘛 在金色大廳 但其實維也納這樣的樂團呢 它也是1900年就創立的喔 那它的根據地是維也納的concert house 就是它的維也納音樂廳 其實兩個廳相距不遠啦 所以以前像很多大指揮家 比如像是卡拉揚啊 或是福特萬格勒啊 也都跟維也納這樣的樂團 有很長期的合作關係 你也都找得到一些他們的錄音 那像他們的音樂總監啊 也是Walish 或是像是朱里尼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指揮家 那我看香港藝術節啊 這一次的節目 在3月4號到7號 要播出的第一場音樂會 就是他們新任的音樂總監喔 叫做Andres Orozco Estrada 來指揮的 你是說這個照片上 這個捲髮的男性嗎 對他這個捲捲頭 他是南美哥倫比亞人 他才43歲其實很年輕喔 那我們來一起看一下他的指揮好 好 耶他看起來只會超激動耶 而且那個曲段前面是比較豐盃 然後到後面就是長笛、歐伯一樣接續出來 感覺蠻可愛的 是理查史塔老師的作品 對 一首就是英雄的生涯喔 那其實理查史塔老師寫這個英雄的生涯講的就是他自己啦 自己就是英雄 所以前面很澎湃 到後面你說有點可愛 那個地方呢其實他講的是樂屏 因為他覺得樂屏呢就是在旁邊吵吵鬧鬧鬚叩叨叨的攻擊 所以就是長笛跟歐伯代表樂團 吵吵鬧鬧被寫到音樂裡 那就要提醒大家就是現在發言都要再小心一點 因為從以前你發言就會被寫到音樂裡 可以做紀念 那大家就要記得這件事 不是音樂家會做這件事啊 可能所有藝術家都會喔 所以我覺得塞巴達其實選這個曲子 當他的舊音樂會蠻有趣的 因為他可能是要代表他們所有的音樂家 所有的藝術家來說話 那其實他另外上半場呢他其實選的是 德奧的這個藝術歌曲 就他想要展現就是他在德奧作品的鮮熟度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然後另外一場他這邊是寫 雷哈爾誕辰150週年紀念 那這位作曲家的名字有點耳熟 但好像不是那麼確定 對那我們來先聽一下他最有名的作品好了 好 欸這我聽過欸 那個三大男高音有唱過 對那這就是雷哈爾最有名的這個勇炭調 他就是選自微笑之國 這齣清歌劇的我心全屬於你 那其實雷哈爾呢他就是很重要的這個清歌劇的創作家 那很多人都說他是創造了清歌劇的白銀時代 最有名的作品呢就是1905年的風流寡婦 應該有聽過了吧 對那風流寡婦那時候一演啊就演了快拐場 而且後來啊在全世界演了幾乎要50萬次 而且是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50萬收入應該滿主觀的 對因為雷哈爾那時候還甚至啊 買了這個威也納附近的皇宮 當成他的住所 對所以他那時候真的是滿有錢的一個作曲家 不過呢他那時候也很知道這些辛苦的藝術家的辛苦 所以那時候他還立了這個遺囑說 他要把他所有這個遺產啊留給這些藝術家 那當然啊今年是他150週年的誕辰紀念 那我也當然要好好的慶祝這個音樂家 紀念這個音樂家 喔原來這樣 那除了這個涼草交響約之外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閉幕演出是不是 對那個閉幕演出呢其實是一個俄國的舞團 蠻有趣的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好的 欸這畫面看起來超high的耶 可是為什麼有人穿什麼足球裝還是軍裝的啊 對這其實是個俄國舞蹈大師喔 叫做墨伊謝耶夫 他在1937年創立的舞蹈團 那他的特色呢其實就是把這些俄國的傳統舞蹈啊 融合一些現代的手法放到這個舞台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軍裝啊足球裝啊 這種非常有趣的一些融合 那其實很精彩喔 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這是有那種戰鬥民族的這個熱血 欸我剛剛看了一下其實這是閉幕演出 那我看那個節目列表上 其實2月27號是一個開幕演出的節目 而且台灣也看得到 那其實這是香港中樂團呢 跟香港藝術界有個很長期的計畫 叫做樂與中國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15年來呢 他們邀請了很多的當代作曲家 去為中樂團寫全新的作品 所以在這場音樂會裡面呢 除了過往寫的一些經典作品之外 還有兩首世界首演的作品 那有一首呢是作曲家高士章 他所寫的藍音 那這個藍音是什麼呢 他就是把 藍調音樂 藍調音樂 跟樂調 樂調什麼 樂語的樂 樂語的樂 對所以把它兩個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想像 欸好像會呈現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結果 那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更有趣的 他的這個標題啊 叫做打雀英雄傳之 又見東風 那打雀英雄傳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一個很有趣的影片 六三 三太公 大眾海台那面齊連勇 又放工 打殘夢 為賣菜幾虛遠倫那倫英雄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欸等一下 這個旋律超耳熟欸 這是不是那個東城西舊的主題曲啊 因為前陣子好像台灣才重新上映 我們聽到可能那個是國語 張學友唱的版本 其實這是粵語的 有許冠傑唱的版本 那其實這首曲子很有趣 他原本更早呢 是1976年的時候呢 香港的這個電視劇 射雕英雄傳的主題曲 那因為後來電視劇太紅了 然後這個主題曲就被這個 許冠傑拿來填入了一些 跟麻將有關係的詞啊 舊公啊 姨母啊 都來一起打麻將 那就這首曲子很紅 據說現在香港人都知道這首曲子 對那這個曲子就是代表這個 香港的一個大麻將歡慶的感覺 那我想呢 這個作曲家陳明志啊 在這首打雀英雄傳之右鍵東風 可能就是受到 剛剛我們講這個 許冠傑這首曲子的影響喔 所以他其實蠻有趣的喔 像是這個長長的這個齒八 它就是代表鎖子 有一個圓圓的這個手腕鼓呢 這是桶子 對那很有會感喔 欸那這樣子 剛好這個月底連假的時候 大家要再打麻將一雙 邊來玩邊來聽這場音樂會 不只打麻將啦 反正你要玩什麼 或是你要聽什麼都可以 對不過這一次的音樂會比較特別 因為它原本呢 是一個售票演出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就乾脆呢 他就把它改成是網路直播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台灣看到 香港同樂團直接在香港 他們現場演出這首曲子 哇那這次真的節目超級多 大家一定要把那個手機的那個形勢力打開 把那個節目都放上去 提醒自己不要漏看 對而且加上剛剛的講的 威也納家長樂團啊 或是閉幕演出啊 也都要先上網登記 然後到時候呢 才能在這個期限裡面 來收看這些網路的香港藝術節 那也期待到時候 在線上來見到大家 好那麼今天的母親早安會報 新年特別篇就到這邊囉 那最後我們來一起祝大家 新年快樂 扭轉乾坤 拜拜 今天早安會報特別篇 大家還喜歡嗎 喜歡的話 麻煩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母親早安會報 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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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